高雄市长补选结果15号出炉 民进党的陈其迈以绝对优势胜选后展现低姿态 不仅喊出爱与包容 还承诺会寻求连任不落跑 如何评价陈其迈的表态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上任后 吞下第二次败仗 党内追责的声浪四起 这会不会影响江启臣未来的党主席之路 台湾时视频的袁郑佑平 李永平 带来深入解读 本周民进党当局和美国政府互动频密 但从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台 到蔡英文声称要建立所谓 更具建设性台美安全合作关系 再到台湾方面砸下重金购买美国武器 台湾舆论发现 台湾根本没有捞到任何实质好处 民进党当局营造的这种美台友好假象徒增笑柄 本周台湾大话王 回顾一周来民进党当局 与美国政府眉来眼去的小动作 美国所提延长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 在阿里会完败就连美国的盟友都没有跟进 这样的结果透露出哪些信息 已经退出伊核协议的美国如果继续在对伊政策上强硬爆冲 可能遭到伊朗方面怎样的反弹 时视频的袁苏小辉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想想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小丽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福毛较酒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高雄市长补选结果15号出炉 民进党的陈其迈已超过67万票胜出 但台湾媒体观察认为 蓝绿白阵营此次都没有达到设定目标 获胜的陈其迈也展现出了低姿态 强调高雄是一座爱与包容的城市 承诺将组成会做事的团队 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则表示 2022年国民党在高雄必将再起 民进党的陈其迈15号 以67万1804票赢得了高雄市长补选 当选敢言展现低姿态 16号一早陈其迈展开谢票行程 再次强调将组建会做事的团队 用人为才部分党派能够贯彻在地优先 跟专业优先的一个思考 来组成我们的内阁团队 陈其迈还承诺 自己不会半路逃跑 以争取连任为第一优先 民进党在补选一役收复失去的高雄市长宝座 拼回台湾南部施政版图 同时将启动2022年准备工作 可以失败 绝不失智 2022高雄 国民党必将再起 面对高雄市长补选失败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不忘加油打气 高雄市长补选落选人李梅珍也出面承担 李梅珍表示会改进 同党的台北市议员游书会 掀开检讨第一强 批评李梅珍没顾掌者票 只想吸引年轻人 很遗憾的就是都提出来了 但是还是放任这一些炸弹 不断的在爆炸 有不愿居民的国民党中常委认为 从罢韩开始到高雄市长补选 党内资讯分析错误 包括错估罢韩形势 以及市长补选提名过程纷扰等等 相关党务主管应该负责 面对党内质疑声浪 外传国民党中央17号 将召集党内主管开会 检讨败选责任 以及讨论未来的改革方案 高雄市长补选告一段落 台湾民众党候选人吴义正惨败 被问到选战结果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这样说 当然我们首先还是要恭喜 陈其迈当选人 另外我们也要鼓励吴义正 事实上在这么短的时间 在资源这么有限的情形下 要杀出蓝绿的重围 本来就不容易 吴义正得票率没过5%门槛 连保证金都拿不回来 本党这个经费拮据 少掉这200万实在是损失惨重 高雄市长补选结果 柯文哲派出的吴义正惨遭滑铁炉 柯文哲本人的声势也不如以往 台湾民众党屡战屡败 已经响起危机警报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 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好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 郑又平 李又平 两位好 首先想请教一下郑又平先生 那么这次陈其迈 他是以绝对的优势 赢得了高雄市长补选 他的胜选感言 却是一副低姿态 并且喊出了爱与包容 那么您是如何评价陈其迈的讲话的呢 好的 主持人 陈其迈这样子的政坛的老手 他心知肚明 他这一次拿到这67万票多一点 可是在上一回就前不久 霸函的时候 当时投给支持霸函的票数 高达94万票左右 那这个落差一来一回 就差了27万票 陈水扁呢 立刻就在网路上发言了 说 哎 民进党不要太乐观 你这27万票到哪去了 自己要思考一下 也就是说 民进党这一次赢的 其实并不风光 充其量只能说 陈其迈勉强守住了一些基本盘 可即便从绿营的基本盘 计算方式来看呢 他这一次还是没有得到所有绿营的支持 很多人就分析 陈其迈为什么在当选之夜 如此的低调 如此的千冲为怀 很简单 第一 他这一次的选举呢 并不是得到的绿营里面 所有的派系 以及地方上的支持 第二 他依然是一个少数市长 换言之 今天的高雄市议会 还是由国民党掌握多数 那么他未来的两年里面 必须要达到他所有前面选举过程当中 所开出来的支票承诺 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现在台湾的选举 变化如此之大 民意的走向波动如此之大 说明了一件事情 台湾今天的选民是非常务实的 如果一个政党 一个政治人物 你没有能力替老百姓解决问题 老百姓立刻会弃你而去 所以民意如流水 这句话在台湾最近的选举里面 是越来越明确的被验证出来了 民进党真的是稳坐泰山吗 民进党在南部 真的就是未来躺着 就可以赢 推一个西瓜出来 也能赢这样子的局面吗 恐怕不然 我们当然期待 高雄市政能够有所改善 但是陈其迈 他个人的包袱 民进党 这个整个政党的贪腐的习性 如果没有彻底的改变的话 恐怕未来两年 我们也看不到陈其迈 太多靓丽的成绩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李永平女士 那么在这次的高雄市长补选当中 我们也是看到了李梅珍落败了 中国国民党没能守住在高雄 百分之三十的基本盘 那么这也是继罢韩投票之后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上任之后 吞下的第二次败仗 那么台湾媒体就认为说 追责的声浪四起恐怕会影响到 江启臣未来的党主席之路 江请问一下您认为是这样吗 首先由于这次国民党败选 是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那既然不是意外的事件 虽然对国民党来讲有所冲击 但是这个冲击就不会很大 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来说 这次国民党选择提名了一个 很年轻的在高雄市 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力量 但是却不是一个明星级的政治人物 那他的这个提名的策略 本身也是有其深意的 因为李梅珍不是一个 全台湾知名的政治人物 使得这一个必输的局 台湾除了高雄市 其他的民众 其他的地方不至于被卷入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可以把补选的事件 就完全控制在高雄 那么因为高雄才刚刚发生完 罢免韩国瑜的事件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这一次的补选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持赢保态 就说能够有一个候选人 那这个候选人本身呢 对外界来讲 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交代 而且呢 不能够让第三党 民众党乘势而起 因为民众党现在虎视眈眈呢 全部要过瓜分的是 来赢的票源 而这次李梅珍固然开票 不胜理想 但是民众党连百分之五的门槛 都没有过 这个对现在来说 国民党呢 正面临了今年的连败 可能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止血的效果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讲 至少阶段性的目的呢 已经达到 但是对江启臣主席来说 败选还是败选 所以他的党主席的处境 肯定呢 是需要进行一个补强 甚至人事的重组 那果不其然呢 今天也传出这个国民党呢 可能内部人事会有调整的声音 因为江启臣的真正的挑战 作为党主席的威信 还有他现在一个年轻的党主席 怎么样带领党的方向 他真正的挑战呢 是九月份 九月份呢 国民党要开党代表大会 那才是江启臣应战的开始 那么台湾民众党高雄市长 补选候选人 吴义正的得票率啊 甚至是没有达到百分之五的门槛 那么根据台选务部门的规定呢 将会被没收保证金 没守住基本盘 反而还腰斩 也让外界解读为 柯文哲在台湾南部的版图 是不增反解啊 想请教一下郑永平先生 您怎么看 柯文哲本来想借着这一场选战呢 去测试他在南部的支持度 然后为2022的民众党 这个县市长选举呢 加温 为他2024的参与 这个领导人大选呢 去预作准备 显然柯文哲是失望了 很具体的来讲 作为一个政党 你不管你是刚性还柔性的政党 你一旦碰到选举 你还是要有地方的基层组织 不管这个组织 是你有经费的刚性组织 还是是一个柔性的 志工义工的组织 你都必须要有基层的部件 但是民众党在这一方面是失败的 再来就是你民众党 能不能够提出来更明确的 政党的路线跟主张 你不能永远是朝短线啊 这次高雄市长的补选说明了 就是你单靠网红 已经恐怕无法成事了 所以总的来讲呢 柯文哲个人对于这个选举结果 应该是觉得相当的无奈 甚至于他可能会重新思考 在台北市长卸任之后 他是不是真的要全力的投入 2024的那场大选 至于2022的这个选举 遍地扎旗满地开花 那种方式恐怕也不见得会有用了 所以民众党未来 大概还是要一步一脚印 好好地去耕耘 否则的话 很快他也变成一个泡沫政党 好的 谢谢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最近除了高雄市长补选之外 还有一件事 也是牵动着各方的神经 那就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 阿扎以防疫之名访问台湾 民进党当局操弄舆论 营造所谓美台热络氛围 但台湾民众在看完 双方所签署的备忘录之后 大失所望 而民进党当局却依然大肆宣扬 声称将会与美国建立所谓 更具建设性的台美安全合作关系 马上进入台湾大话王 带大家来回顾这一周来 民进党当局与美国政府 眉来眼去的小动作 10号上午 蔡英文在台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 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 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中陪同下 会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 阿扎率领的访问团 与会人员全程戴着口罩 且以拱手代替握手 借这个机会 我要感谢川普总统 蓬佩欧国务卿 以及阿扎部长等许多美国的友人 持续地肯定台湾模式 在全球对抗疫情上的贡献 并且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两人一唱一鹤 蔡英文还在脸书直播会面全过程 炒热话题的意图明显 当天下午 在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美台双方签署所谓 美台卫生合作备忘录 但对于台湾民众关心的疫苗 代表美国政府的阿扎 始终没有给出承诺 面对台湾媒体追问 阿扎就是不松口 台湾地区前副职领导人陈建仁 赶紧帮忙上前打马虎眼 他们有考虑 考虑什么 考虑就是来跟我们可以供应给台湾 美国昨天这样的回应 其实是并没有正面的回应 台湾的需求 所以这一点是 我是有一点失望 台籍管局前局长苏毅仁认为 美国无法实际解决台湾的疫苗需求 阿扎这次就是白来了 这一说法迅速在岛内 引发热烈讨论 有蓝英人 适则提醒民进党当局 切勿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寻求连任的棋子 11月美国总统要进行大选 台湾这当中到底 我们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真的怕美国当围 是川普在选举操作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务必不要露入 人家下了棋子的命运 岛内媒体感叹 所谓的台美共同防疫 犹如国王的新衣 政治的迷药 让民进党当局乐此不疲 12号下午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离开台湾 蔡英文当晚便在 华盛顿两家智库的官网 发表视频演说 宣称要继续与美方加强合作 视频演说中 蔡英文以所谓保卫台湾 作为印太区域自由的堡垒为题 没让两岸 疫情防控 美台合作等话题 发表演说 提到通过所谓和平对等 民主对话四项原则 维持两岸互动 蔡英文大话连连 狂言妄语不断 台湾两岸 蔡英文转头继续警报美国大腿 宣布台方启动所谓 台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 并称自己很自豪于台湾方面与美国的关系 不过 据台湾中国时报10号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此前已经明确否认 要和台湾签订所谓自由贸易协议 理由是 美方认为台湾限制美国肉品进口 在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 对此台湾联合新闻网10号称 美国贸易代表署 无意洽签美台自由贸易协议一事 戳破了史上最佳的台美关系 也让外界清楚了解台美关系的虚与实 尽管如此 民进党当局依然不断向美方说出利好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当局14号正式签署了购买66架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最新型号F16战机的协议 同时 民进党当局所谓驻美代表萧美琴称 台湾正与美国磋商 求购包括暗房巡航导弹系统与智能水雷 党内网友痛斥 台湾的纳税钱都养美国人去了 也有人指出 都是炸汁机操作 美国与民进党联手 炸到台湾身无分文才松手 民进党人士和绿营媒体 干当美国的马前卒 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就台美互动的相关话题 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 李永平女士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 李永平女士 近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台 台湾民众发现 除了表面上得到美国给的廉价的口头支持之外 并没有捞到什么实质的好处 台湾没有疫苗的优先权 反而是签下了巨额的军购 岛内绿萎却是口口声声说 所谓的美台友好 那么想请教一下您 这个所谓的友好 它友好在哪呢 首先我个人先对这次美国卫生部长来台访问 有几个字的点评 我认为这次对台湾来说呢 敲定疫苗的提供 这个是一个重中之重 但是偏偏这件事情 让台湾的民众失望了 这次民进党政府给他进行的一些安排 也相当的不妥当 外来的人士 不管是商务人士也好 或者是观光客 进到台湾来呢 你无论如何都必须居家隔离个14天 有特殊的状况 如果进行商务的申请呢 可能可以缩短到5天 但是一天都不必隔离的 这个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这次台湾对美国这个卫生部长 还有相关人士开了绿灯 那开了绿灯不打紧 你完全让他不按照规定 那你是不是让他进行一些公务 他该办的事情呢 然后做好了防范跟隔离 办完了就算了 就赶快让他回去吧 结果竟然还安排他到了台北故宫 去进行参访 那就这一点来说呢 也是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尤其这里头 对于台湾的整个防疫的过程 不够严谨 不够专业 甚至自己的前后矛盾 逻辑不通双重标准等等呢 在台湾都引发了非常大的批评和讨论 而这个部分再加上美国 并没有给台湾非常实质的 在疫苗上的承诺 反而只不过一个卫生部长来台访问 对台湾又要求了更多的军费 逼迫台湾购买更多的武器 造成两岸之间更加的紧张 就这一点来讲呢 整体台湾的民众也是觉得莫名其妙 得不偿失 是啊 这一个管卫生的部长 放着国内的疫情不管 跑到台湾来搞政治 这显然是不务正业 别有所图的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小丽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来关注今日重爆话题 美国所提延长联合国 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 14号在安理会遭到挫败 除了美国和多米尼加 投赞成票之外 俄罗斯和中国投下了反对票 其他11个成员则投了弃权票 草案遭到否决 对此 英国媒体评论认为 这凸显美国对伊朗政策 在国际上的孤立 当地时间13号 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对 美国所提决议草案 做说面表决 结果14号揭晓 两票反对 11票弃权 两票赞成 根据安理会议事规则 一项决议获得通过 需得到至少9票赞成 且不能有任何一个 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 因此 美国这份决议草案 未获通过 安理会15个成员中 经美国和多米尼加 投赞成票 俄罗斯和中国投反对票 其他11个成员 投弃权票 包括英国 法国和德国 表决结果发布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就宣布美方 没能获得足够支持票 美国等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 在2015年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安理会随后通过第2231号决议 认可伊核协议 决定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将在2020年10月18号终止 美国政府2018年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对伊朗恢复和增加制裁 并寻求推动联合国 无限期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 英国卫报称 此次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在联合国遭受的屈辱失败 凸显了美国对伊朗政策在国际上的孤立 但法新社援引一些分析师的话报道 美方蓄意向安理会提交一份强硬的决议草案 从而在草案不获通过后 推动恢复对伊制裁 事实上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罗伯特奥布莱恩第一时间就声称 今天我们输了 但这件事没完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凯利·克拉夫特在声明中说 美方将在今后几天 不遗余力地继续推动延长对伊武器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4号说 普京总统提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及德国和伊朗领导人召开线上峰会 来讨论如何在安理会避免冲突和局势升级 对此特朗普表示可能不会参加 并据伊朗官方通讯社15号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表示 这是历史上首次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只有一个国家除美国以外投了赞成票 这是美国政治上的巨大失败 他说美国表示他们扣押了伊朗邮轮 但无论是邮轮还是旗帜都不属于伊朗 整个故事就是美国的一个谎言 用来掩盖其政治和法律上的失败 此前美国司法部14号发表声明称 美方拦截了四艘向美内瑞拉运送伊朗石油的邮轮 没收超过100万桶石油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美国所提延长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 在安理会完败 那么就连美国的盟友都没有跟进 想请教一下您从这样的结果当中读出了哪些信息呢 我们首先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反映出的是事情背后的这种客观的现实 以及是非取之 也就是说各国都应该遵循一系列的这种规则 大家会看到在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之后 是受到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认可的 那么此后联合国通过了2231号决议 这样的一份决议其实是对伊朗核协议的一种支持 那么根据2231号决议 既然伊朗能够履行伊核协议的相关的承诺 那么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 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 在10月份那么就要取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这是对伊朗做出的一系列的努力的一种正向的回应 那么此时呢大家会观察到 在这个伊核协议旅行的过程中 伊朗方面呢一直是在按照规则进行行事的 相反的是美国呢在取消制裁的过程中不断的缩水 甚至呢刻意对伊朗来进行打压 那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呢更是退出了伊核协议 这种单方面的动向呢其实是单方面的破坏规则 那么在国际社会上呢肯定不会得到支持 而美国呢所谓的按照规则来进行行事 这样的一种举动呢也是自己打脸 但是同时我们会看到呢在这样的一种行动的背后 反映出的是其他国家对于当前中东局势 以及美国的中东战略所产生的恶果 所进行的一些担心 其实大家更多的是会看到伊核协议 对各方进行行为的约束 那么对伊朗的方面呢主要是约束伊朗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 同时呢对于美方来说呢 也使美国不能够在中东的齐聚上任意而为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维持了中东的相对的和平和稳定 对于伊核协议的欧洲签署方来说 这意味着中东地区呢可能会带来更少的负面的效应 欧洲所一直担心的这种局势失控 以及移民难民的问题也会有所减轻 那么此时呢美方单方面的撕毁协议 本身呢就是对当前欧洲安全关切的一种打击 所以呢对于当前呢美国呢还试图利用国际机制 来对伊朗进行施压 那么他的欧洲盟友呢也是不会配合的 那么大家也会看到呢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 一直呢也是秉持着这种客观公正的原则 希望呢不管是哪一方都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 来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所以此时呢美国的一些的做法 包括美国此前在这个退出伊核协议等一切动向上 对多边主义的挑战 不仅影响到的是这种地区局势的发展 同时呢也影响到的是战后的国际秩序 以及未来呢世界的发展的态势 所以美方的肆意而为呢肯定不会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好的 谢谢苏小辉女士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这贾力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那么就美国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提案被否决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苏小辉女士 美国已经是退出伊核协议 那么如果继续在对伊政策上强硬暴冲 可能遭到伊朗方面怎样的一个反弹呢 那么俄罗斯是提议对话 您认为它能将美国拉回到以对话促和解 避免区域紧张冲突的云桌上来吗 我们首先要看到呢 当前美国国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也就是大选这个背景 在国内政治斗争不断的激化 尤其是这个选情日益严峻的这种背景之下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呢 与伊朗修好肯定不是当前的政策选择 对伊强硬呢 一方面呢 可以展示美国的所谓的外交上的能力 同时呢 也可以拉拢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犹太裔的选民 所以呢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当前的对伊不断的表示强硬 更加符合自身的这种政治利益 那么从长远来说呢 当前的美国政府认为 中东的战略呢 必须要有一定的这种逻辑性 而这些逻辑性的背后呢 找到一个共同的对手和敌人 一直是美国政府试图在落实的一个目标 那么把伊朗呢 作为中东这场棋局的核心 美国拉拢自己的盟友和伙伴 来共同针对伊朗 竟然呢 消除以色列与这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 这种矛盾和分歧 推动美国的中东战略 能够更有效的落实 减少这个战略落实过程中的 一些自相冲突和矛盾的部分 那么是当前美国政府 推动的一个长期的目标 也是未来呢 很有可能继续来落实的一个政策的走向 所以此时呢 向伊朗呢 来进行这种友好的表示 甚至是伸出橄榄枝 肯定不是美方的这种政策的选择 但是我们会看到呢 与伊朗的撕破脸 或者是呢 面对伊朗的这种反弹 美国呢 以更加强势的方式来进行回应 有可能呢 会引发地区冲突 那么在大选的背景之下呢 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同样会招致美国国内的这种反应 有可能呢 会使选情变得更为复杂 甚至呢 是更为不利 所以此时呢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是不希望看到伊朗呢 在这个当前的这种地区格局中 与美国正面相撞 那么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呢 俄罗斯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正视地区的安全问题 那么鉴于俄罗斯呢 近些年在中东地区的这种主动性的增加 和投入性的增加 也试图扮演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其实是无意回到谈判桌上 除非呢 伊朗全面的妥协 完全服从美国的政策目标 否则呢 美国是不愿意进行利益的让渡 所以未来呢 就有伊朗问题 以及中东局势 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所发挥的作用 仍然是非常负面的 好的 借苏晓辉女士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 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的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那么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